副驾驶没有客户吧 我们开一下这个后排 看到咱们这个车 它虽然是轴距是一个三米的轴距 后排空间也是显而易见的大 然后它可以这个座椅的前后调节 这个是往前调了调的 如果这个座椅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座椅 完全放倒的话 它能够获得一个六平米的空间 当当于一个小房车 这个车叫做探险者 探险者的泰金七座版 泰金有六有七 但是我推荐您选泰金的七座版 它的这个乘坐的客户 乘坐的您的家人会更多一点 但是它的六座也很香 是这个商务的话 中间是一个扶手箱 开起来也很有面子 这台车很漂亮 它内饰也很漂亮 然后我们说它的动力 说完了之后我们讲一下它的这个发动机 它是一个那个纵制的后驱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 对这个是2020款 22款 22款的探险 5月20号 5月20号 那是我们22款的探险 有些改动 有些改动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 先看看这个 如果考虑这台车的话 你等等520也可以 哦呀 谢谢大家